第八題問 有關於氫類、有機酸類、純類跟紫類、下類敘述何者正確? 選項B都屬於有機聚合物錯 這裡的東西沒有一個是聚合物 所以這是完全錯的 選項C都能容於水是錯的 我們上課的時候教過 我們的基本上氫類是不容於水的 還有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紫化反應的實驗重要就是 最後它會浮在水上面 所以紫類也是不容於水的 都是液態物質 我們平常上課的時候所教過的有機酸、純跟紫類都是液態的 但是氫類不是 碳數很少的氫類 比如說甲碗跟乙碗 它們是屬於氣態 所以它們都不是液態產物 所以我們只剩下一個選項A 燃燒後的產物都有二氧化碳跟水 因為這幾個東西裡面的都有碳跟氫 碳燃燒完之後產生二氧化碳 氫燃燒完之後產生水 所以我們第八題的答案選擇A 燃燒後的產物都有二氧化碳跟水